新北市副市長表揚一百年度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有功的團體及個人 舉辦了原住民族教育研討會計 原住民族教師大會 我們最主要的這個講習會 就希望老師跟校長可以讓我們的原民的傳統的特色 也能夠傳承 同時也能夠創新 那讓我們的原民的小朋友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將來除了他們自己特有的文化以外 也能夠讓世界了解他們 也能夠讓他們更容易的接近世界 在多外區的每位原住民族教師來到現場 表揚了有十三位教師 都是對原住民族語言或是文化傳承有貢獻的老師 知名的表演團體原舞者的藝術總監淮少也到現場接受表揚 得不得講我都覺得很意外 我都覺得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雖然走得那麼遠 在那麼長久的時間 但是我一直認為原住民東西放在我身上 不如把它傳下去 那就很可惜 天堂會現場也邀請了新北市原住民族學生合唱團表演 展現了文化學習的成果 也請在場的教師宣讀原住民族教育宣言 期盼這些教師們能為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繼續努力 接著我們在場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我做文化學生合唱的整體 就此人想發展了文化學生合唱團 除了一篇大小弟 還要製造成功的成果 我們就要看